Follow all steps Go into the camera 你們電競的GS系列是都消失了嗎 還有在啊 可是它更新的速度 名字會改成是Steel 所以你看到Steel的機台 基本上都是GS的後代 對的後代 然後一台的重點其實 是這台就是 Steel 16 Mercedes AMG Motorsport 然後這台 算是這次新發表的 然後它最主要的是 跟AMG聯名 它其實是 就是外面貼一個 有特別貼那個 MG的東西 然後它其實後面這裡 也有加入那個 MG的一些設計元素在裡面 然後它的顏色跟 那個 一般版的 Steel 16 有 不太一樣 這台用的是 Celenite Grey 就是MG他們專屬的一個顏色 OK 然後 它其實 這台應該說 它會是限量版的 它會是限量版的 然後它的 那個整個機殼設計 它是 我們是用鎂鋁合金 來去設計的 所以它 相較於 這邊也是嗎 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 它整個 除了這個 P鍵的 這個是塑膠之外 其他的都是 沒鋁合金的 對 然後就是 這台其實最主要就是 加AMG的元素在裡面 包含它的出風口 然後它鍵盤也有一些 那個 算是 外觀上的調整 包含它的space線 然後它的 對 然後 第一鍵 第一鍵的部分也有 就是 也有加入AMG的Logo 然後旁邊也有 加入AMG的Cream在上面 OK 包含腳 腳墊也是 對 然後這台spec 基本上就是 最高可以上到i9 然後 GPU是上到4070 OK 然後螢幕跟現場版的 也會不一樣 它這台會是 OLED的螢幕 它用的是 4K OK 然後 然後 這個其實 這台主要就是它的外觀 對 外觀有做聯名 這其實是 跟16其實已經有了 只是 對 算是在 在做一個 改一下這樣子 限量款 限量款 然後包含了它的 就是如果買這台的話 它外面也會有一些 喔 配件之類的 它配件也有特別來去做設計 包含它的彩盒 然後裡面的像你看那個 收納包 對 收納包 然後它的 滑鼠 滑鼠電 然後 甚至連USB都有 OK OK 然後 Adecker也有 OK 就全部都 跑出一個Logo這樣 沒錯沒錯 OK 就是 跟他們來合作 然後 你們只有合作這一台 MG 這一代的話 對這一台 OK 然後 這個 那一個 那一個 咦